各位,繼續有黎智英案的專題報道 在農曆新年後,即2月19日這個星期 有四天的審訊 即是第28至31日的審訊 繼續由蘋果日報前副社長陳盤文作供 在審訊中,陳盤文認為蘋果並非參與社運 亦不同意部分黎智英的決定 在2020年,黎智英被捕後的第二天 蘋果頭版堅守崗位、撐到底的聲明 就是陳盤文的主意 但到了2021年,陳盤文被捕後 他本人認為蘋果應該要結束 我們先看看2020年5月4日 五四運動1801周年,蘋果的頭版廣告 當日頭版有自由兩個紅字 其中的字字倒下了 下方的配字是 當自由變成罪,我們已退無可退 存名是一群香港人於1801年後的五四 第二天,蘋果的隔場有意版面 刊登了多個二次創作的頭版 其中一幅有黎智英的存名 描繪一個長者和一個青年同行 被一顆紅色的大聲壓住 下方配有字句 為我發自自由,我一無所有,黎智英 陳盤文說,他認得署名是黎智英的簽名 亦肯定配字是由黎智英撰寫的 蘋果對我來說是一個生活方式 我每天起床,一整個早餐的時候就寄一結蘋果看 或者我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時候 就是Jimmy,1995年左右 就跟我說想搞張報紙 他說去到四億左右 如果都反彈不了,我就要想清楚了 控方在庭上展示了2020年5月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在這段影片的發言藤本 陳盤文益術當時應該是接近報庭 或者是網上吹谷訂閱 邀請名人表達對蘋果的看法 控方問當時是否有明星推廣訂閱 陳盤文說應該有,但不記得是誰 控方亦都展示了2020年5月 陳盤文和主筆楊清奇的訊息 陳盤文轉發政治評論KOL蕭若元 時事評論員劉細良 和前DJ陳雲凱的收費平台Patreon的連結 因為蘋果推收費訂閱 飯盒會提及過這個平台 劉細良的觀點較接近民主派 蕭若元對政府較批判性 但他不太認識陳雲凱的觀點 他說劉細良是黎智英點名 喜歡他的文章 其餘兩個人也不是他的建議 庭上再次討論蘋果英文版 概念是作家馮希乾 在專欄中提出的 黎智英在短訊中說 想得過,所以增設英文版打國際線 說英文新聞對中國比較批判 陳佩問也指出 英國保守黨羅傑斯的文章 如果不是黎智英交給他 或不會以當時的方式刊出 控方展示2020年5月11日 蘋果報導羅傑斯最可怕的母親節 是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Benedict Rogers回應香港抗議的情況 陳佩問說是黎智英交給他 趕急要求他回覆處理方法 他決定以新聞報導的形式刊登 法官李韻騰問 如果只是考慮文章的價值 會不會刊出 陳佩問說要視乎版位 羅傑斯的言論並不是毫無價值 但未必會放得那麼大 法官杜麗並罪問 如果不是黎智英將這個文章交給他 他是不是不會以這樣的方式刊出 陳佩問說可以這樣說 陳佩問也有提及他作為董事的身份 以及他被捕後認為蘋果要結束 他亦不同意蘋果是參與社運 動新聞總監張志偉曾經在群組說 打國際線的目的是 發揮蘋果在外國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法官李韻騰追問 蘋果為何會參與社運 陳佩問說不會用參與這個詞來形容 只是蘋果的態度 較量解示威者的處境 立場支持他們的訴求 如果要求爭取雙普選 是符合黎智英一向支持民主的取態 壹傳媒前董事Mark Clifford 曾經擔任南華早報英文虎報的總編輯 控方問陳佩問他是不是做過壹傳媒的非執董 陳佩問沒有留意他的身份 控方問是否陳佩問獲委任當董事後 才對Mark Clifford認識呢? 陳佩問否認 他說因為黎智英英文節目有請Mark Clifford做嘉賓 陳佩問當時壹傳媒因為涉及工業穿詐騙案 負責財務管理層被捕或被帶走調查 會計部很徬徨擔心沒有人簽支票出糧出稿費 公司才會委任他和羅偉光出任董事 但他不是因為這樣而認識Mark Clifford 陳佩問印象深刻的是2021年6月首次被捕 之後獲准保釋 當時蘋果同事十分擔心公司會否倒閉 會否再有其他員工被捕等等 他雖然已經請辭 但仍然可以代表同事向董事局查詢 陳佩問說 其實我的意見是覺得應該要結束 因為我不能夠擔保同事繼續做下去會否被捕 我做不到這個擔保的時候 但原來是董事局 這個時候法官杜麗斌打斷他 控方問陳佩問怎樣認識Mark Clifford 但他的答案偏離重點 陳佩問回應說 他只是想表達自己在被捕後處境下 才會對Mark Clifford有深刻印象 2020年5月 蘋果頭版宣傳一人一信救香港 呼籲讀者寫信給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阻止國安法立法 陳佩問坦然他不認同黎智英的建議 陳佩問向黎智英提出 他可以用個人名義發起 但不是以蘋果的名義 他說黎先生表現得很堅定 後來當然是沒有聽到 沒有接受我的建議 陳佩問說 這個頭版刊出後 連黃之鋒都批評 控方也引述黃之鋒的貼文 黎智英表示身邊有人反對 包括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但黎智英認為 現在不能假裝聰明和小心 唯一方法是要勇敢起來 控方又提到2020年黎智英曾獲邀在紐約時報 就國安法撰文 在寫告之前曾經問陳佩問的看法 陳佩問有回覆信息 說國安機構一旦駐港 當處理了所謂一小撮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例如所謂港獨之後 為了justify即是合理化它的存在和擴張 就會繼續挪置其他人的罪名 不准外籍法官審理國安法案件 這個亦完全違反香港法治 陳佩問解釋 是將當時大眾擔憂國安法的輿論 告訴黎智英 他理解文章最後有在紐約時報刊登 控方亦在庭上展示過蘋果的不同報道 包括人權新聞獎得獎報道 酬怒之鋒 控方展示了English News群組訊息 蘋果棟新聞總監張志偉說 港民政態組的酬怒之鋒專題調查 拿了2020年人權新聞獎的多媒體中文大獎 控方問陳佩敏是否知道有關報道 陳佩敏說根據他的理解 當地政府拘捕了少數民族 將他們放入懲教設施 在mini-site是網上分類專題 控方問報紙有沒有刊登這個專題 陳佩敏說應該有 庭上展示了網頁的版面和文字 陳佩敏說文章主要是講述曾住在相關設施的人 在入面的情況 蘋果日報以往的報道都有記者的byline 即是署名 但在國安法生效之前 蘋果管理層曾經在沒有黎智英參與的WhatsApp群組 國安法應變委員會去討論記者署名的事 陳佩敏在庭上解釋 當時有同事擔憂 若在文章或新聞圖片加署名會招致法律後果 但亦有同事認為需要加署名 管理層最後決定自己估 現場直播 人物專訪 專題需要加署名 並問當時是否將這件事告訴黎智英 他說當時認為無必要報告 即使需要亦不是由他處理 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深夜生效 第二日即是七一當日 蘋果的頭版標題 是惡法生效兩制概觀 泛民七一繼續確爭 陳佩敏說 標題是他執行總編輯林文忠 及其他編輯 根據黎生一直對國安法的意見想出來 黎智英讚民或在飯盒會提及過類似的看法 例如傳媒都沒得做 一國兩制玩完的那些 法官李韻騰問 為何這個頭版沒下署名 陳佩敏說 如果有特殊情況 記者可以向主管提出免加署名 採訪主任同意就可以 在七一當日 蘋果內頁有跨板報導 列出多個政府官員 人大、政協等等 形容他們是賣港罪人 陳佩敏說 報導是想記錄某些機構或人物 在國安法立法過程的角色 不記得是誰的主意 但同意這些是反映了黎智英的取態 在七月十五日 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 取消香港特殊地位 黎智英轉發了這個消息給陳佩敏 並且要陳佩敏製作一份sheet list 他說當初不知道是甚麼 根據上文下理理解 可能是制裁名單 但他認為難以在新聞上提及 最後未有製作 只是在新聞展述對香港可能的影響 國安法生效後 陳佩敏說 蘋果在報導外國制裁中港官員的新聞時 只會陳述事件 而社論的取向是傾向支持 但黎智英繼續做英文訪談的直播節目 他覺得驚訝 亦有問律師的意見 陳佩敏說 黎智英認為國安法條文比他想像中大鑊 但仍然製作訪談節目 Live Chat with Jimmy Lai 陳佩敏說 我們當時都有點驚訝 擔心節目內容有問題 當時不少關注黎智英媒體提出節目內容或違法 陳佩敏和同事曾經諮詢公司律師的意見 控方打斷 陳佩敏不需要提及律師建議的內容 陳佩敏說 向張劍紅提出意見 他得悉張劍紅曾向黎智英反映同事的憂慮 但繼續做節目 2020年8月10日黎智英被捕 控方問陳佩敏第二日蘋果頭版的字眼 頭版標題有蘋果一定撐下去 控方問是否黎智英說出來 陳佩敏說 張劍紅亦有說過 文中提及副社長陳佩敏Facebook表明 所有同事會繼續編載工作 新聞繼續發佈 報紙明日照常出街 陳佩敏在庭上解釋 當時很多新聞界的行家 關注蘋果第二日會否繼續出版 所以他就解釋 在這個頭版下 刊有一份堅守崗位 撐到底的聲明 提及張劍紅曾經表示 蘋果一定撐下去 陳佩敏就說 聲明是他的構思 他當時認為首報管是很大件事 根據張劍紅這句話的意思和精神 表達他們首報管一事的立場 黎智英我會在下星期一 即是2月26日續審 預計控方會完成對陳佩敏的主問 香港01每日都有即日新聞報道 每月一段時間會為大家製作影片專題 請留意我們的國安法專題網站 HK01.com 01App和YouTube頻道的更新 調劍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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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劍紅